那麼還有一個問題 她想說她去年失業在家拿的是EDD 但是收入卻不夠 就是拿EDD的失業金的收入卻不夠買奧巴馬的健保 那她想請問說 她到底現在應該怎麼樣呢 因為她也不想買白卡 她也不想進入到白卡那邊去 又有什麼樣的方法才可以讓她既可以拿到奧巴馬的健保 然後又可以比較安心呢 有 是有辦法的 那第一個 她是不是離脫離白卡的這個收入很遠 她實在很低低的收入 那假如那樣子的話 那就真的是用白卡了 那假如說她離的白卡的邊緣線 因為我們不都有一個政府公佈的一個貧困表嗎 那個表上面都有明文的數字在那邊 所以呢 她一看 我只差一點點 那你就把這個明小的收入稍微提高一點 會計師知道怎麼做 那你就不進入了銀集了嗎 因為白卡的隔壁就是銀計劃嘛 那銀計劃是政府在推廣的計劃 那政府在推廣就是表示她是雙重的福利 她保費有補貼 她福利看診也有補貼 那當然盡量去爭取到銀計劃嘛 那銀計劃現在不是拜登總統有特別的紓困金嗎 那這個紓困金呢 使得很多的銅的計劃跟銀計劃的人都拿到一元錢的保費 哇 一元錢等於是免費送你了嘛 對不對 那你就盡量爭取到歐巴馬健保的一元錢的 然後就完全決定於你的收入高低 然後你可以去打一個小零工嘛 比如說拿著1099的收入 那不就是到了銀計劃了嗎 所以有很多事情可以談 可以安排 你要爭取 並且這個拜登總統的紓困金是到明年底 明年的12月 哇 那還有一年半吧 我們說 所以你要盡量爭取 使得進入到銀計劃 享受一元錢的保費 哈哈 那這個真的是物美價廉 明白了 盡量爭取 是的 其實剛才那兩個問題都是我們 我記得是星期一的時候有兩位朋友Coin進來的 那如果您現在在收聽的話 其實也是希望你們能夠 在這個張先生的解答之下找到解決的方法 也是一再的提醒我們的朋友們 如果您有這個問題 您覺得在這個節目上 然後你可能還需要更多的解答的話 希望你們去找我們所有的專家 我們專家的這個聯繫方式都是可以通過我們的44.2華語電視 找到他們的聯繫方式 然後也可以通過各種的網路的搜索 也可以搜索到他們商家的名字和他們本人的名字 好的 也希望幫大家解決到問題的 好 啊